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請教一下 是什麼機會讓你成為一個藝術工作者 我想要讓一個人變成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有時候很難解釋 當然我學的是這方面的 我念的是這個 還是我念的是繪畫的 但是有時候創作就是 你不一定是要用什麼方式去表現 當然後來我找到像鐵的這樣的材質 我只喜歡它的顏色 生鏽的顏色 還有它生鏽的顏色可以跟大自然融合為一 然後另外是 我除了這樣的媒材以外 我也有做一些環境的一些裝置的做法 當然有很多訊息有很多感覺都是從大自然來的 那也是至於說這裡面我比較喜歡的作品 我倒沒有很認真的去想過 因為我一個習慣是這樣 我就是 我現在在做的這一件 我去做它 我認為它可能會變成一個很好的東西 我才去做它 那當我做完它以後 甚至在做的同時 同時我覺得 當然我也是強調說 這一切都來自於我對社會的觀察 然後對社會的一個懷疑 然後我才會往大自然裡面去找 才會呈現出現在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主要的靈感都是來自於大自然 對 當然是對於社會的觀察 當然包括政治 包括你看都會都市人 當然政治這個環節 我們也不能去漠視 然後看到你看選舉又到了 就有很多不喜歡的先生又出現了 那其實台灣蠻可憐的 在這方面有蠻多的耗損 所以說你說藝術家 能夠在這樣一個環境下生活 其實也蠻不容易的 確實 蠻不容易的 但是等到整個環境都可以的話 我想也不用做了 那就做它吧 老師那像這次你的作品 你想表達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意願 其實我在做創作的時候 我也沒有很明顯說 我這件作品要做什麼 那件作品要做什麼 那其實像我在做創作的時候 我也沒有給自己一個底稿 然後其實我除了睡覺以外 其他我在開車再跟人家講話 在看這些人走來走去 其實也是在對一個現象的觀察 然後觀察過以後 你會思考你會反省 所以我在做創作就是 我拿幾工具就可以做 那你說靈感的來源 就是這一些 它每天都有 OK 那老師 那像你從平面轉到 就是雕塑這樣的東西 是蠻大的一個轉折 那你在當初再轉過來 就是從事鋼鐵藝術的時候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 比較大的困難或挫折 沒有 就沒有 就是在執行上也都 其實 其實材料的一個轉移 就是很多技術面要學習 那其實受了幾次傷以後就會了 其實也沒什麼 就是很多東西你想 去做它的時候 你會排除蠻難去做它 然後其實轉移到也沒什麼 因為可能我是從我的思維空間 從我的平面的裡面 去把它拉出來呈現在這個地方 老師那我就是看你的作品 都是比較簡潔 比較俐落的 那你個人覺得說你的作品是 有沒有受到其他人的影響 就是某一些藝術家 我現在不能很明確去想到 這樣的東西 但基本上我的創作 從我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就已經慢慢給它單純 當平手在創作的時候 因為有比較 很多的時間在大自然裡面 因為可能我的運氣比較好 可以去接觸大自然 所以從裡面去可以去學到很多 那可能是小時候 當然是從鄉下來的 所以可能是那一份親切 因為就把你不知不覺當中 就再往回給你照回去 所以 不同的 接觸不同的東西 對對對 對對對 我覺得 呃 我滿去享受那個 那個機會 那個機會 因為一樣的 像這樣的東西 你在你自己的地方 你絕對不會做 可是你在這個地方 你會做出這樣的東西 就是因為環境的關係 那你去跟這個環境對話 你去看 去觀察這個環境 你去反省這個環境 你才會做出這樣的東西 所以 人只要到哪裡 那作品就到哪裡 就是 藝術是沒有止境的這樣 嗯 創作是沒有止境的 希望吧 哈哈